哈喽,小朋友们好 嗨,朵朵好 嗯,你好 朵朵朵朵,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 你快看,我带来的大盒子 哦,我看到了这个大盒子 看见了吗,盒子上面,这里 哦,你今天是要跟小朋友来做一顿早餐吗 对的,对的 今天我们就用大盒子里面的材料来做早餐 嗯,那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们现在把大盒子打开吧 看看里面都有什么材料呢 我们来把它打开 盒子呢,已经打开了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现在我们把它全都取出来 瞧,里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彩泥 还有各种各样的模具 这个呢,我们都熟悉 它是用来擀的 看这个 这个模具呢,印出来是迷猴桃片 嗯,这是压可力饼的 哦,做苹果的 小方格子是可以做巧克力的 我们看看 这里面还有做鱼的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动手了 嗯,要做早餐呢 首先我们先来做一张桌子 用到绿色的 把绿色的全部取出 然后 我们用这个小刀 把它分成两半 分成两半之后 把其中的一个呢 我们再把它 从上面切开 放到旁边备用 这一块呢 把它揉一揉 揉好了 现在呀 我们用它 把它擀成长方形的 嗯,我已经把它弄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取出 黄色的菜泥 一样 也是取出一半 我们把它揉一揉 也擀成长方形 好了 这个呢 也弄好了 我们呢 确实把它擀成长方形 其实呢 我们可以让它 带一点小边 这样会更好看一点 把绿色和黄色的 叠在一起 还记得刚刚我们 留的这两块吗 它是用来做 做腿的 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我们这么放上去 它是不是稳定的呢 不可以 那我们把它 再切开 切开后 把它们四个 团成圆柱体 四个小圆柱体呢 已经弄好了 我们把它立住 然后把我们的桌面 盖在上面就可以了 瞧 我们的小桌子已经做好了 现在呀 我们开始做食物了 现在呢 我们来做饼 把这个模具打开 然后取出橘黄色的彩泥 然后把它揉一揉 压在上面 就可以压出来哦 好了 现在我们把它打开 已经做好了 用刀把它们切开 我发现 这样也是可以弄开的 再来一下 好嘞 叠在一起 放到我们的小桌子上 这是早餐 接下来呢 要做巧克力 巧克力的话 嗯 我们来做什么颜色呢 粉红色 把它打开 揉完之后 我们把它放到小方格里 擀平 把它放下来擀 看 取出来就是这么大一块巧克力 把它也放到我们的小桌子上 这个呢 我们用来 做 做蔬菜面片 那做什么颜色的呢 嗯 这样 我们每一个颜色呢 都做一点 做完之后 放到小盘子上 把它印在上面 按下去就可以了 看 我们的小面片 多么精致 现在呀 我们再用这个 来做两个 西红柿片 那 我们用粉色来做吧 把它按进里面 和刚刚一样 把它擀出来哦 瞧 弄好了 我们把它和小面片 放在一起 然后 再做一条鱼 鱼 我们用 白色的吧 一样 取出来 揉一揉 然后把它 放里面 压一下就可以了 看 我的小鱼也做好了 把小鱼放到这里 我们再用 这个模型 来做一个 柳檬片吧 看看 我做好了 把它放到 这个盘子里 现在我们把 这两盒彩泥 拿到旁边去了 今天呢 我们就先做这些 熊柿片 柳檬片 还有 静止的小面片 巧克力饼 嗯 这是巧克力 还有一条鱼 当然了 这个桌子呢 也是我们做的 多多 我们今天做了 好多东西啊 是啊 是啊 我们做了 好多东西呢 嗯 刚刚我们还说 还有很多模型 没有用呢 比如说 苹果的 草莓的 这些呢 我们下次再用哦 想看看我们 这些是怎么做的吗 那就请继续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